喂, 回到12月5日的香港舞格仔 今天是12月5日, 不需要再跳一天 因为今天比较早,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我先说一下 首先, 要不要你支持王世宅呢? 我都不用你支持 我现在想分享他的光环, 坦白说 他的直播很精彩 我见到很多人货金给他 你看到他现在, 你说廉署通緝他 因为他不是出贴文那么简单 他当然有写东西 他写东西又可以, 拍片又多又密 他不会像我们, 定时定后, 教准了钟才来做节目 你看到他有一三四条片 其实他跟星期一有一样相似 当然他们不同的路线 他们是24小时, 不睡觉的时间 就在电脑面前 一游即做 好像酒楼点心 即叫即征 我们经常说, 因为世宅卿 他看很多文本 基本上就是他感觉到 这个问题是关乎他在看的东西 就立刻来的了 这个印度神跟你说的 你说ICAC是证实是热狗 这句呢 这句呢 其实是等于那些年灯仔的gap 或者呢 你这样说的, 他就会说你是热狗 根据王世宅的节目 就是说, 这个巴别塔 巴别突击塔 写了几篇文章 就去访刺王世宅 在这个选举里面的一些呼吁 就已经是有些问题了 这样 那首先呢 我不觉得 你说现在 究竟是不是 香港的执法机关 联署也好, 国安也好 总之盯住你现在的所谓 海外的KOL也好 网台主持也好 一有违规 犯法犯法 就立刻就通缉 现在看的案例 就未至约 我们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 回顾一下发生什么事 首先呢 就是有一个人 因为转载他的贴文 其实是因为转载他的贴文 转载这一篇 选举到 也免得做的地步 所以我建议大家 就是进票站 也免得进去 然后宣传单张 宣传单张给阿婆 就是买废纸 那些宣传单张 是吧 你说什么选举夜缤分 投谁都好 一律都给阿婆 是吧 一是拿来废纸回收 一是用来占煲底 或者用来执狗屎 是吧 就是这样的意思 热狗叫人投白票 就等于共狗 是吧 那热狗我就不知道 我没有追踪 其实是 现在究竟热狗有多大的政治声浪呢 我都很怀疑 基本上就是 在王世宅的角度来说 就是 你只要是做一些 叫做损害他认为的 香港利益的行为 基本上这一班都是热狗来的 首先呢 就是因为今天 有一个38岁的电脑设计者 在网上 就分享了阿世宅这一篇 这一篇帖文 那其实这篇帖文呢 其实就等于 他那个page 里面宣传自己的节目 然后加几句tag 这样而已 那我们当然没有他那么努力 虽然我们两个人 他宣传节目 这些事情就做得很快手 也是非常专业的 是吧 那 就因为这篇帖文 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是说得很白 也都不需要专专去监听 是吧 那当然呢 他节目里面 其实 就是充满了 其实主要就是这一部分 你见他 就像我们那样 就和我们那样 其实都分了那些节数 要听到很容易 就叫大家杯葛选举 票站都不要进去 那样 那当然 就是这些事情 那我们 现在你见到 就是廉署怎样说呢 廉署就大概说 就 他说 他说他拘捕这个 文荣峰 这个人 去分享王世宅的文荣峰 主要就是说 他去投白票 就是他叫别人 不是投白票 其实叫别人 不要投票 不要投票 都不够 其实 现在是不要投票之余 叫别人 投废票 都犯法的 甚至乎 现在他说 廉署 这条选举条例 有域外法权 可以海外通缉 这样 虽然说海外通缉 但是很好笑 其实是 他这个通缉的 王榜 他很多东西都不长 新高不长 国籍不长 还有什么不长 很多都不长 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做资料搜集都非常之忠奇 你见到 单纯通缉王世宅 45岁面对三项控罪 即是在选举期间公开活动 去善惑另一个人不投票的非法行为 2023年区议会选举期间 三个网上社交媒体平台 展示上述 一个善惑他人的 在该选举不投票的一段影片 和两个贴文 只有这么多 如果你找回廉署的原文 原文就是这样写 廉署就告诉我们 原来2017年的12月 已经离开了香港很早 早成这样 早在反送中前一年半 已经不在香港 所以他很清楚知道 他什么时候离开香港 身高体重身材 职业国籍都是不长的 控罪在选举期间 作出直公开活动 善惑另一个人不投票的非法行为 今天王世宅 在节目中 即刻回应了 甚至乎他自己就说 他又会把这个通缉 视为分章处 他用英文说 即是他节目的风格 很喜欢夹杂英文 这是一个康复来的 我又不是主角 今天无端端是做主角 我无端端变为主角 这个根本就是荒天下之大宝 他说一定不会回香港 这是一个康复来的 一定不会回香港 我在香港 基本上亲朋戚友 他说没有了 又呼吁其他人 认识我的朋友 你都当没有认识我 如果你还留在香港 就当没有认识我 就行了 容容自己 是在德国的英国公民 今次的事件 要让他搬去另一个城市 也会寻求法律意见 我最喜欢他这句话 我也非常之认同 我不是说所有东西都认同他 但这个我非常之认同 他也希望 报道没有说 但你听回来 我想报道都想保护张小姐 他说你不要再把我和张小姐 拿来说 这是一回事 我最认同他一件事 大家都是做同一件事 他说作为海外评论人 不说话是失职 评论照做 最多是在香港那些 就是赚钱 就是patreon 那些东西 转来户口那些 就不要再转来户口了 如果不是的话 你自己都会找自己麻烦 那 今次 分享他那位在香港的网友 这位programmer 他虽然被落案起诉 被联署起诉 因为他犯这一条 就不是叫国安罪行 所以他申请保释 都没有拒绝他 只不过就是说 他起码给了多少钱 不知2万元保释 其实都要报清住址 亦都要交出 不可以离开香港 亦都要定期报道 明年1月才是1月15日 才可以审讯5000元保释 他真是惨在这 如果你说是 这个善惑其他人投票 杯葛选举 会判多久 你知道吗 多久 表证成立 如果表证成立的话 我想好像应该一年内的刑期 如果你是初犯那些 但是 都已经有一定的阻吓力了 那 就是 没办法 有些人真的这样去分享 王世宅 他可以在海外 他可以很大胆地说话 那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说 这条这样的罪行 是去叫别人 不要投票 我想 甚至在海外的评论人 其实都不会说得那么白 他甚至乎 不只是这样说 他甚至乎 他在节目里面 也都充满了人身攻击 就说什么 邓炳强 如果你说 之后光复了香港 是吧 永远就不让他回来 就是要终身 要惩罚他们 光复了香港之后 要审判的 那个就是邓炳强 那个就是李家超 是的 我也很怕说错话 我怕说错话 不是说我作为海浪的评论人 不应该不说话 我是怕影响到其他网友 这个类似的说话 你说我是不是百分百没有说过 我都不敢肯定 因为我都怕累到网友 那我们就幸运了 我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 起码就是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网友 就不会积极去分享我们的节目 我们都曾经真的劝过网友 大家听完 心照 就想清想错才好做 我们都怕害到留下来的人 其实你自己心里有数 我们就不是不说话 但不一定叫别人不要投票 才叫勇敢说话 不过我觉得 黄世泽他为自己说话负责任 其实你看到他 豁了出去 就是因为他已经断了六亲 他说他还留在香港 大家曾经交往感情很好的朋友 你们说刻意断了和我的联络是OK的 至于他的亲朋戚友 就已经全部不在香港了 就是close一点的亲友 已经不在香港了 那连登当然 他一向有些hater在连登 就是说 为什么不特写他烟屎牙 又什么又成 这些是浪费 例如我们checkroom 印度神童2.0都说 难得他将证件相比他真人 哦 他就说这张相 可能是被梁美芬偷回来 或者叶楼偷回来 玩什么事啊 我们经常都说 就等于袁弓夷被通缉 那张死人相一看就知道 不是证件相来 不是证件相来的吗 他说在读书的时候 拍的那些学生相来的 所以不知道怎么被人找回来 证件相那些就直接找入警署 他自己又确认了不是 既然是这样的 不如廉署 你开过youtube 然后走去 将王世宅的近照 CAP出来 我想应该不是很难 但是这么说 整件事 唯一一个 这个很悲哀的 就是 他那位网友 他那位听众 因此而被捕 亦都要告入也不难 文明峰 这位30岁的网友 亦都很难去寻求庇护 因为这些是很容易入 你表正成立 已经是 你分享了的话 这些都很难回头 其实他不只是分享一次 他是10月31日分享一次 然后到12月近期又分享一次 加起码 起码这段时间 10月底 至前日 不是昨天 他说的是两个帖子 加一段片 两个帖子 加一段片 他有一些很 loyal 的网友 真的 比我们的网友 loyal 很多 这个我都很羡慕 令到他被捕 这个就比较可悲 希望他相关人士 就很难大布囊 捉他平安 唯有捉他平安 但是 这件事 第一 你是帮了王世宅 这个ICAC 这个李家超港共政权 是帮了王世宅 因为一个 完全在香港没有把柄的人 你告他就等于帮他 但是 如果你告他 你也提醒了一些网友 原来海外还有一些评论员 就叫我们 告诉我们 这个选举多荒谬 要钓大家不要投票 就是帮王世宅宣传了 王世宅的粉丝 一定会更加坚定地不投票 除非公务员 那些没得选择 你现在看到陈国基 李家超 好像杀有介事 那样说 你不投票 不代表就远对抗 但是 你越是这样说 就越是 此地无银 证明你一定会抽后算账 你现在 这个政权 是连那些老人院 户老院 那些婆婆都不敢放过 真是 几瘋 我们都 都有说过 都有网友报料 跟我们说 就直接 要在那些厕所每一个厕格 都要贴那些 区议会宣传单张 我有一位网友 他做教书 他不知道是收到 赛若年 教育局的通知 呼吁大家去投票 都挺瘋的 我看看可不可以自己拿出来看看 真的有的 不是说笑的 有没有记录吗 没有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学校里面 收到一张这样的东西 教育局 201210 驱选齐投票 共建美好社区 跟你说些废话 一国两制 行允致远 现在是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提醒大家投票 呼吁各位校长 教职员 联同大家的朋友 这些宣传 就不会说不够 现在问题就是 你会觉得 现在选举 投票率低的问题 是因为不知道吗 是因为大家不知道 那天有投票吗 不是不知道 是因为 大家觉得投票无聊 按钩 我们也看到的 例如麦美娟 曾国慧 大家都在预示 整个投票率一定会低的 是吗 一定是会的 你不是说不够宣传 但是你现在 就是 硬是在 谷宣传的方法里面 去谷投票率 这个就叫磨难脊 你要知道 我要突破一个关口 我要充投票率 你要知道自己现在的限制 在哪里 什么限制你的投票率 大家心知肚明 不是宣传不够 你肯定在这方面 不断下力 这就叫磨难脊 你现在玩到一个 要在票站外增设打卡位 瘋了吗 即是你 这些是浪费 你如果是打卡的话 你讲磨难脊 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无所不用其極 现在真的接送 真的接送 那些长者去驱选投票 昨天 那个审计署处长 去老人院里面解释 原来真的有一件这样的事情 现在每个老人院 是津贴2万元 就有2万元 一个长者公司 2万元 一架车 两程来回 2万元 有没有那么夸张 印度神童2.0 都在报料 今年的装脚 好像不足够 两年前的地区组织 铺天盖地做事 今年很正 他说 李家超说 这些安排 就不影响 叫人家投谁 不会有偏颇 只不过 便利你们投票 多暖心 Oscar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 去谷选投票率 其实不需要搞那么多 赛局长大头 问米捉个儿子 去投票便解决了 灵意投票 当然 不如先去谷选投票 不如先去谷选投票 然后推药 找一个石油碟 究竟投哪个呢 是胡蝶姐姐 还是另一个呢 你就试试 这些叫拘选 夜奔分 晚上才会出来问米 是胡蝶姐姐 是胡蝶姐姐 然后他说 这些安排 不会影响 投票人 投票谁 也不会影响 真正的投票选择 总之 现在 你投票谁都好 总之 你一定要投票 所以绿豆 绿豆 有漫画 就是谁画 绿豆的漫画 绿豆漫画是谁画的 绿豆漫画 糟糕 我觉得挺搞笑的 这个是 就是 惊人投票 这件事 先看 这个是什么 经济又这么差 都这么差 真是 我是职人亚港 职人亚港 职人亚港 有什么呢 这个 这个画得挺好的 这个是 现在个个都高急 投哪个不要紧 最紧要投票 我谷歌的投票率 这个就是交投 这个位置就是 little pink man 这个是王赵达画的 这个是 你画画 画的不需要很好 但是 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几次不自身 给个style 这个是曾国慧 但画得真的很像 不自身 很像心哥 除了王赵达之外 还有几个画的 还有职人亚港 画的 现在你在英国 包揽了这些 漫画人才 出来画这些 挺好笑的 真的 如果你说 ABCD 有所谓 也是 你说我们说 算了 不过我 顺便宣传一下 今天是星期二 后天是星期四 冯同学 今早上 在英国时间访问我 说一下 英国的区议会选举 其实是在商台里面播出的 就会在光明顶里面播出的 就是 你现在说 区议会选举 香港区议会选举 那你就比较一下 这些 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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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比较 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 也不是说伤不伤害 不怕播货 比货 最怕不吃货 你说投票率 英国区选举 投票率很低 很简单 我和你住的 就是之前住的 就是 我和你住的区 三成的投票率 可以更低 三成已经算高 如果你看到投票记录 可以更低 因为你自己去投票 你根本上去投票的时候 是不用排队 是如入无人之境 你看到 投票名单 多数人都没投票 那个帮忙做事 那些人负责登记 那些人 来远见到 你不理你 他在接电话 还有今年 我们知道 五月的时候 那个区议会选举 英国的区选 其实都很大影响 那次的保守党 是跌了一千个位 接近一千个位 我们在雷丁 那个选区 Ratland 的选区 更厉害 如果你说 如果 那个 最后赢的 就是工党 而我们那边 是绝大部分 都是工党 你可以听听 我们和 冯同学 冯志正 如何去讲一下 比较一下 他也在光明顶 有的节目 我觉得香港是很重要的 一件事 就是不要只看着香港 你现在 特区政府经常说 国安法有什么大不了 经常被人唱衰 你英国有国安法 我们香港不可以有国安法 是不是 他最近 就是他现在 你经常说 这一件事 一定要宣传我们的旧片 吴博已经介绍过 香港国安法 和英国国安法的分别 自己搜寻吧 有 如果你说国安法的条文 字面上去解释 吴博也说过 英国国安法可以很辣 但是当然 英国真的是一个法治国家 英国最后 就算你说 写国安法的条文 写得很辣 但是他也有制衡 他有人权法的制衡 其实他也是 尊重人权 尊重法治国家 你要去司法覆核 都可以的 就等于 执政党不是说 是大事 等于 就是说 你那时候的small bowl 就是那个难民法 你通过 最后 你原本他就是 前这个 柏菲文 柏菲文 就是内政大臣柏菲文 就是说 送一些人去 柏黄达 最后就被人 投票了 是吧 法院也被投票了 是吧 这个就是法治 是吧 可以这样去做 但是 亦都有制衡 香港就没有制衡可言 香港一直强调一件事 叫做行政主导 以前有立法会 以前我们还在花生台 李永达 有机会他都走上来说 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把所有最坏的事 阻止他发生 英国 例如Cancel那 是有办法 下而上的 将一件事 推上去 嗯 最近呢 就